ok 那么这一课我们还是继续来讲一下主旋律和根音的练习 那么大家看一下黑板上面 同样的我们这里写了五个小节 一个小节一个小节来看 那么同样的是试拍 我们先看第一个小节 一平的二弦 三平的五弦 对吧 来一起按住 按住之后继续弹 记住根音不能放 不能放 然后弹到这个地方 我们要看一下 我们要换了对吧 我们这里换成三平级六弦了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用无名字来按三平的第六弦 这样来 或者是这样也可以 那么这个地方 十指这个地方 那么你可能就是拿不过去 比如说这样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是无名字小指来还是比较的方便的 看一下 对吧 你看你这样 这样 这样遍过去很别扭 而且这个地方 这个中指这个地方还要向后滑才行 好了 这个应该是不适合的 所以说我们这样来 不名字和小指来按 小拇指很明显 这个地方可能就是没有力 没有力 和我们之前的这个练习也是一样的 小拇指这个地方可能没有力 大家手向后面收一下 手向后面收一下 这样子 你不要向外拱 向后收一下 这样就有力了 之前我们按二弦这个地方还好一点 按二弦这个地方可能还好点 按一弦的话就更没有力了 好 好 好 我们继续啊 下后面收 手向后面收 好 继续 好 这个地方啊 然后看清楚 第二三小节 好 然后继续啊 弹慢一点行吗 弹慢一点 然后这个地方看一下 OK 那么就完了 那么拦就拦在这个地方 我们每一个小节换和弦 就是不是换和弦 是换手指换的特别的多 你看这个地方 三平的五弦换到什么 三平的第六弦 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 这个是第五弦 然后这个地方又是第六弦 然后这是第四弦 然后这里是第五弦 这里换的大拇指换的比较多 大拇指这里换的比较多 比如说根音换的比较多 好 那么继续我们弹慢一点 来再把它加边加吧 加边加来再把它弹一次 大家跟着我练习吧 来继续走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一二三 三四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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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么这就是一个 我们这节课的第一个练习 OK 我们继续往下面看第二个练习 OK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第二个练习 那么同样的撕撕拍 一个小节换来看 这个地方我们要有点难度了 这个地方 我们的那个 看一下根音换的很快 看到没有 这个大拇指拨旋换的很快 那么一个小节或者是一拍一拍的来 我们先看第一拍 对不对 然后第二拍看一下 第二拍就换了 就换了更快了 那个根音换了更快了 你看一下 对吧 然后再换 然后又换 然后连起来 大家记住 是这样的吧 根音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这样的 好 然后这是第一个小节 第一个小节 大家记住 大家记住 这个根音换的比较快 要弹慢一点 弹慢一点 一拍一拍的来 一拍一拍的来 然后看第二个小节 一拍 第一拍 同样的换的很快 对吧 这是第二个小节 其实根音就是 五弦 六弦 五弦 六弦 对吧 就是这样的 然后第三个小节 来 四弦 四弦 然后五弦 然后又是四弦 然后又是五弦 第四个小节 然后这个地方 六弦 四弦 六弦 四弦 这是四弦 我弹错了 四弦 然后是一个小节 完了 OK 那么这就是主旋力加根音的我们的练习 就是练习我们的转换 就是根音的转换 特别的快 这个地方 那么同样的 我们加住第二品格 加住第二品格 我们来试一下 这样声音就变了 那么左手 同样的 我们说 把左手掰一下 掰一下 因为左手张不开的话 那么你如果不加变调加的话 这个手指很难就 就 就按了 很难就按了过来 加住变调加的话 这样更好按一点 好 来 走 但没有必要去记它 没有必要去记 看着能不能弹出来就行了 其实我们这个是练习的吗 练习什么 四弦 其实就是看着曲谱 马上弹出来 就练习这个东西 同样的也是在练习直法 没有必要去背它 对吧 然后最后一个小节目 OK 四拍的把节奏放慢 把节奏放慢 或者是你左脚打上拍子 也可以 这里打拍子 或者是不打 这个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如果是觉得拍子实在是不好打 那么你不想打 那么也可以 那么用节拍器代替 用节拍器去代替 好 那么这里我建议把速度放慢 无论你打不到拍子 把速度放慢 这是最重要的 OK 那么这一刻 我就给大家讲了这个地方